剃補機制我們見到作為一個人肉發聲機的林瑞麟局長 繼續告訴我們 原來他懂得法律 然後他在做這些事是跟我們的權益有衝突的工作 大律師工會接二連三個發出通告聲明 說這樣是違反了人權 違反了我們應有的選民的意願 但他仍然出來說不是 有一個最大餘額的證數 但他忘記了我們投票的時候是投了名單 就算是一個最保守的生意人 我也跟很多人談過 就算要接納這個剃補機制 起碼也要分開 有哪些是他作為一個履行職務的立法會的議員 有什麼他能夠選擇可以繼續做下去的 還是他不可以的 那你只要分開他 就不可以一刀切 是都要在第二個名單上拿個人上去 當然也有可能是同一條名單 很難的 如果同一條名單可能有多過一個議員入了席位 所以我希望大家作為選民 告訴政府 我們投的那張票 我們原本的議員是怎樣的 就不要讓他們立暖地用一些 霸和硬鬆的手段 改變我們選民的權利 當然 任何人會選民的權利